台湾观光协会成立66周年 在今天举办了庆祝年会 包括了行政院长苏贞昌 交通部长王国才都亲自到场来祝贺 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 特别感谢政府透过了纾困振兴措施 协助业者挺过疫情难关 也期盼台湾可以推动观光立国 让世界更加认识台湾 各式摊位琳琅满目 上个月刚落幕的ITF台北国际旅展规模超盛大 迎来意后观光潮 台湾观光协会早就摩拳擦掌准备好了 这段时间大家非常辛苦 大家守护台湾的观光产业 我们个咬牙苦撑 我们可以这样讲 几乎是说我们蹭过来了 对不对 我们还活着 我们还活着 希望能够观光立国 希望能够真正做到各部会 都以观光这个概念 有观光主流化这样的一个目标 会长叶举兰特别期盼台湾能以观光立国 台湾观光协会成立至今已经满66周年 庆祝年会上嘉宾云集 在疫情期间透过纾困振兴 大力协助业者的执政团队当然也是坐上宾 好日子要来了 尤其政府已经在两个月前国境解封 明天开始就入境 再也没有人数上限 就凭各家董事长的本领 各位的带动 我们都非常期待 业者辛苦熬过了两年 疫情造成的观光寒冬 如今终于盼到春暖花开 随着边境松绑 备受瞩目的国旅和境外旅游 将把世界带进台湾 记者林郑君黄卫才台北报道